对不起 海棠 我不应该动手打你的 当我一听到月轩 要和我最好的朋友成亲了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 我从来没有像喜欢月轩一样 喜欢过任何人 也从来没有像和你一样 相见如故的好朋友 我知道 你一直把我当成好朋友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所以我才来问问你 海棠 我到底要怎么做 他不喜欢我 一点点也没有喜欢过 摩华 你 你就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吗 我已经为他牵肠刮毒太多了 打不了了 我不知道我的生活除此以外 还有什么乐趣 乐趣 这么牵挂一个人 到底是乐趣 还是痛苦呢 如果失去他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了 你知道吗 海棠 我曾经一次一次地幻想 他向我走来 对我伸出手臂 摇进我挑了一支舞 所有的人都在看着我们 为我们鼓掌 他担心下跪 向我求婚 我还幻想 我晚上发肌 点上红唇 披上嫁衣做他的新鸟 我 莫华 你这么漂亮 这么善良 总有一天 会遇到一个爱你的人的 可我要他 我只要他 但他要娶的人是你啊 海棠 海棠 你是不是喜欢上月轩了 你要嫁给他了对不对 我 郎家的聘礼都送上门了 聘礼的事情我也不知道 我回家的时候就有了 是我娘替我收下的 没有人向我求婚 没有人告诉我婚期 也没有人告诉我今后的日子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那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也不知道这一切太奇怪了